其實過了這個星期 我就會去幾天沖繩 我就不是一個胸襟狹窄的人 但我到現在都記得 我沒有得罪的Tony Choi Johnny Ford 幾順敗我 但是他有一段長時間 追著我啤梨馬布來咬 算了 我到現在都不明白為什麼他咬我 就因為我和毓民朋友 只不過是因為我和毓民朋友 是人家這麼低下的 雖然在這件事件 我就不會落井下石 我也希望那個高台貴手 真是希望 譬如說我們叫人馬來西亞 不灰鵪就說是騙人 他不斷找事去搞我 結果我網台老千 我跟大家說 怎麼樣 怎麼樣 我現在連銀包都用不了 要用橡筋 其實過了這個星期 我就會去幾天沖繩 即是你說是馬來西亞 即是你說他之前舊的資料就不要再提了 譬如請了一個人 印尼比馬來西亞還好 甚至是說新山那個碧桂園 還說買到 拿到馬來西亞護照 當然不是 但是你公道一點說 任何外面的代表 賣了什麼海外樓 都隨時加了他自己的錢 一定 但是他就說過格 是這裏沒有的 是一毫子都沒有 不緊要啦 即是有時我覺得 大家一場相識 我是完全沒有跌過他 而他指控我們的東西 所謂其實我都不記得很久了 是完全無中生有 我是不知道我有沒有跌過他 就是因為我不肯跟黃毓民國際 而為何他們這麼憎恨黃毓民 這是一個專題來的 因為憎恨黃毓民就可以埋入一個堆 因為黃毓民在整個抗爭裏面 他真的沒有對不起你那些傻子 就只有你那些傻子對他不住 先不要講政治上的分歧 你那些傻子是人面受心 真的對他不住 於是唯一一件事是令到你們可以繼續 不要說光環 繼續去面對群眾的事就是 消滅黃毓民 抹黑黃毓民 將黃毓民打成一個 我不捨收共產黨錢的壞人 那你們就是英明支持 現在就看得很清楚了 這件事 他們說啤梨開餐廳欠人錢 我這樣說 我國外人對於啤梨開餐廳 他有說過我餐廳欠人錢 都沒有做啤梨漫步 如果不是啤梨 有個條理和毛蘭花系 那個餐廳不用每天被人搞 不用被建制派搞 不用被政府搞 不用被李仙搞 不用被藍絲搞 就會搞到最後的餐廳這樣 還有我想說一件事 我欠誰錢啊大哥 你叫他來吧 來吧 我欠誰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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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那時候要炒作這些事情 和何志剛那些事情 不算了 都過去了 我希望現在踏踏實實做事 所以為什麼我說我對這個圈 是這麼弱跡弱離呢 幸好你說這次的事件 又幸好我們在今年3月自己走出來 我們開了另外一個天地 能夠接觸更加廣大的聽眾 老實說 你說要完全對人問心無愧 我不敢說 可能得罪了人 撩錯了人 我都不想知道 但是你說要害人 或者這樣計算人 我真的從來都沒有 當我在這個圈子裡見到 只是一件事 你不需要跟我說這麼多 說什麼話